今天我们要把整个处理器全部设计完了 而且我目前设计到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指令都设计完了 测试程式所有指令也几乎都测试完了 我今天早上写了一个中段处理 所以基本上现在CPU0也有中段处理 所以前面这边我们要看的是没有中段处理的处理器 之后我们会看有中段处理的处理器 先来看一下没有中段处理的处理器 这个是我们输入的测试档 测试档那你会看到这堆怪马是什么 那有很多同学我发现说 我一直以为他会看不懂Vlog那一段 结果最后他看不懂的是这一段 对对对那那对所以所以其实我有点忽略了 因为我觉得各位都修过系统程式啊 所以我的系统程式里面前面的半学期都在讲这个 对对 可是我后面有讲写注解啊 你写注解不知道到底要干嘛 这就是我不知道 我我搞错方向的原因 真的真的 这个 这个 那是输入档案吗 对 你说 这个是输入档 这个是输入档 这个东西是哪 这个东西是谁写出来的是不是 总是应该有个出口才会有这些东西 就像水域档案那种东西 有有有 来 台译依靠义 都有 都有 其实就是Velog和iColors都有 来 这一个指令 你可能没有看过这一版 因为你的印象中还是在 还是在上一版的那个 直接写写在记忆体里面 设reset射出值的那一段 已经有这一段了 已经有看出 对啊 那就是这样啊 他就readm1mh 然后就把这个读进来 读到哪里 读到m这个 这个阵列里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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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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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档案 来 自己建 对啊 自己建 对啊 对啊 啊档案就自己建这一个 但是各位一定会觉得 我全部手工建吗 不是啦 我用主意器弄出来的 因为我写个主意器嘛 啊 我就把它丢进去给主意器跑啊 他跑出来的格式呢 稍微有点差异把它调一调一下 哦 所以早上只是用自己写的主意器 对对对 然后把它输入了 对对对 我用自己写的主意器 然后把它主意 然后它会输出 输出位置啊 机器码 还有原始码 那我再把它格式稍微调一下 因为 因为主意器的输出应该会是一个主意报表 前面是位置 再来是指令 再来是机器嘛 OK 那我只是把它顺序稍微调一下 主意器用C 主意器用C 主意器用C写的 然后呢 就是系统程式那时候的主意器 我之前应该都有示范过 OK 那只是它那时候这个会 会中间没有空格 中间这里之前都没有空格 啊 直接写在这个后面 对吧 啊 现在 之所以有空格的原因是 啊 这个Read的MEMH呢 它会看它是几个 几个bit的 然后它会自己断 对 对 啊 所以因为我们最 我们的记忆体是用八个bit 一个每一个byte为单位的 所以八个bit的话呢 就是两个16进位 然后之后要空一个 不然的话呢 它会 它会读不到 会读错 所以这是加空格的原因 好 那这样其实就是一路排下来 这个就是M0 M1 M2 M3 M4 M5 M6 M7这样 OK 好 那就这样子哦 那这是一个测试程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测试程式的意义 这里可能有点高阶哦 所以各位 各位系统程式那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赶快问 因为反正这 我我们开放电脑计划 其实目的就是在做这个 把电脑从头到尾做一遍 从硬体到软体全部做一遍 所以 哦 我们写的不只是 不只是这颗CPU 当然这颗CPU很关键 但是不只是这颗CPU 我们除了写CPU以外 我们还写主意器 编译器 虚拟机 事实上我们还要写作业系统 OK 好 所以这里 这里 有一个很关键的是 呃 在CPU0里面 R134 是堆叠暂存器 所以我先把它载入 Stake End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 有一个Stake 这个堆叠我给他12个Byte 12个Byte 在这个例子够了 在一般的例子是不够的 那 所以呢 Stake End 是这个堆叠的最尾端 因为堆叠我是从 倒过来涨 是从后面往前涨 所以呢 我 我这边 把堆叠暂存器的 的 那个 最后一个位置 指定给他 那这样之后 你在做堆叠的Push 和Pub的时候 才会正确 那 至于编码 你应该都会编的 就说你LD 就编成00 然后R13 R13呢 就编成D D就是13嘛 那 那 如果我用 我用那个 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编法 那这里就要用程式计数器R15 就是F 那 这个Stake End 就是程式计数器跟那个Stake End 之间的差 就编在这里 好 就这样一直编下来 那 那这一个程式呢 我们 我们先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看看 各位 觉得 先解释一下输出的意义好了 那我现在讲的已经是比较进阶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整颗CPU 那那个CPU0 mini CPU0 mini CPU0 mini 我们已经上次就讲完了嘛 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的是 好 我编译它 这CPU0s就是刚刚那个程式 然后呢 我VVP 这个CPU0s 你会看到我执行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哇一大串 你要怎么解读这个意义 好 这是刚刚的那个每一个指令 好 那我们稍微把它对应一下 你才可以看得出来它指令的意义 因为机器码真的很难懂 对不对 机器码真的很难懂 所以呢 我们把它对应一下 好 那需要下课休息的就直接下课休息一下 我把它这一段讲完再下课 好 好 好 来 这里我们来对一下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指令是不是00DF00B8 B6 00DF00B6 大小写 这边小写 这边大写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从D0个指令开始执行的 好 那执行完 D0个执行完 执行第一个 第一个在位置4的地方 第二个在位置8的地方 就这样一直下来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编出来这个位置 好 其实就对应到就是这个位置 好 但是呢 我们这个每一个都是在我刻意设计一个程式把这个指令集里面所有的指令通通都包含在里面 而且呢又要希望说它的用法是很正确 很很跟一般的组合元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刻意测试先把4这个常数载入到R4 未来要用4的话就用R4就可以了 然后把8这个常数载入到R5 所以未来要用8的话就用R5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面这边有ADD R4 R5 R8 这在称是R加法 SUB R4 R5 R8 这在测试 测试减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R5-R4应该是8-4嘛 所以是4 我们看这个指令在哪里 这个指令是28 28看一下28 8-4的结果是4 所以对 OK 那8加4的结果是12 所以也对 OK 那8乘4的结果是32 所以也对 8除4的结果是2 也对 好 那 8and 4 8and 4 8and 4 是多少 是8and 4 等一下 and 是在34 看一下 34 34 8and 8and 4 8and 是0 对 应该没错吧 你想一想 两个都各自有一个1位元 两个不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应该是0 那 8 or 4 8 or 4 8 or 4的话呢 应该是12 对吧 8 or 4应该是12 这是在 or 是在38的地方 8 or 4 在38的地方 38的地方 是12 对 OK 38 好 那 SHL R8 R53 那是多少 R5 R5 R5就是8 对不对 8往右移 SX的往左移 8往左移 3个位元 往左移3个位元 其实是乘以8倍 所以是64 OK 往左移3个位元 就乘以8倍 因为左移1个位元 乘以2倍 左移2个位元 乘以4倍 左移3个位元 乘以8倍 那如果我把它R5 往右移2个位元 右移2个位元 其实是除以4 除以4 所以8除以4 又会变成为2 变为2 OK 那CMP R4 R5 CMP R4 R5 R4是4嘛 R5是多少 R5是8 所以4跟8比起来 应该是小于 好 所以CMP R4 R5 这是在48 48的地方 他比完之后呢 其实你看这个输出没有意义 因为他不会改变这个R4 他R4还是4 但是呢 他的SW 有没有看到这里 SW就是状态占准器 本来从0变成8了 这个8代表说呢 我们的第一个位元 整个整个整数的最前面那个第一个位元变成1了 第一个位元变成1 第一个位元代表什么 代表负奇标 所以他的比较结果是个负 负的结果 好 负的结果你来做JEQ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不对 因为他是小于 所以EQ 不会执行 GT也不会执行 因为是小于 GE也不会执行 因为是小于 LOT呢 会 所以在这一个呢 58的地方他就会跳 就会跳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 执行执行 505458 58之后呢 突然跳68了 突然跳了68 跳了68 所以呢 下面这些J JLE JNE JMP 通通都没有执行 直接跳到L1 的这里 做LDI R1 10 所以呢 他跳到68 我就做LDI R1 所以R1变成10了 OK 那接下来呢 请注意我们 我们有做 副程式的呼叫的 这个call指令 那call指令 那call指令 其实比较复杂一点点就是 他会先记住你的返回点 然后再跳进去 所以其实他只是一个跳跃指令 就类似jump到上 但是呢 他会先记住返回点 OK 好 所以这个6C 6C的地方是call指令 6C的地方是call指令 这6C 好 这call指令呢 执行完之后 他跑到哪里 跑到78 有没有 6C执行完之后 他没有执行70 他跑到78 为什么这是call call其实是个跳跃 但是会储存返回点 所以呢 他跑到 跑到这边 78 也就是上的这一个位置 然后开始执行 执行一开始呢 我把R14push进去 为什么要把R14push R14是连结暂存器 也就是说他储存的那个返回点 所以如果我现在不把它储存的话呢 万一R14未来被用到 或者说我进行第二层的副城市呼叫 我这里是没有这样做 但如果我万一做了第二层的副城市呼叫之后 这个R14就会被盖掉 所以通常我们进一个副城市 我们会先保留 保留返回点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你用到的其他暂存器 通通都要保留 只要你希望那个暂存器回去的时候 值还是不变的话 通常都要用push去保留 那最后呢 在城市要返回之前 用pub把它取回来 ok 那这边呢 在测试move R3R0就是把0放到R3里面 那这个呢 把K1放到R4 那K1是1 所以这只是个常数 那我刻意测试用LDB 我故意用不一样的指令 因为这样才可以全面的测到每一个指令 那把R2设成0 那接下来呢 这个其实这个上的函数一直到R1T这里 就整个就是 就是我们上次CPU0mini的 那个测试翻例稍微改一下 稍微改一下 但是呢我们不是数到10的 我们现在是数到R1 是数到R1 那因为我R1塞的还是10 所以最后它还是会算1加到10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数到R1 所以它是CMPR3R1 然后呢 看看是不是到了 还没到的话呢 就继续数 然后继续加 ok 那最后呢 它会把 会把 总和 就是放在R2里面的这个总和呢 塞回S S这个总和变数里面 那它会把最后的那个指标就是 就是你从1数到 从1数到10嘛 那数到10之后 它这个R3会变成11 11它就会跳出来 所以这个R3最后 这个11会再回I 那最后把 R14PUP回来 就是说 把连结暂存器PUP回来 万一它在中间有被改的话呢 这样子还可以恢复 还可以恢复 那 为什么要把它PUP回来呢 因为R1T这个指令 它会根据你R14的值呢 跳回去 所以如果你不恢复 它就会乱跳 会乱跳 所以一定要恢复 然后呢 用这个跳回去 跳回去 这个指令一执行之后 会跑到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R1T 是在A4 所以它现在执行 执行到这里 A4 有没有 执行到9C A0 A4 A4呢 就R1T了 A4就R1T了 所以就跳回去 突然之间呢 它就不再照顺序了 因为A0s 9C A0s 这周有照顺序 每次加4 但是呢 到了这里A4之后呢 它就跳回到70了 为什么跳回70 70是什么 70是这一行 也就是call指令的下一行 所以它正确的跳回到 到那个副程式的下一行 所以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所以到最后这里 它执行到A4的之后 之后会跳回70 70呢 再执行74的R1T 执行74的R1T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说 那个 那个 返回点 已经变成负值了 变成负1了 变成负1 返回点变成负1了 这时候呢 我的Vlog程式会自动判断 然后把它Finish Finish 就结束掉 所以 这里 是 是我们程式 为什么会 显示PC小于0 Finish 的原因 因为它会跳回到这个负1 实际上 跳回记忆体负1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就Finish 那一般的CPU 当然是不会这样做 说让它自己Finish CPU是不会Finish的 Finish要干嘛 爆炸吗 不可能 但是 我们的是这样设计的 因为测试 这样比较好测试 好 那接下来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程式 OK 刚刚的这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从 从这个88到 88到 9次的这一段 执行了很多次 基本上它会执行10次 所以 所以这边就有很多 88到94 有没有 88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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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会执行10次 那所以 这是 这是 后半部的程式的 这样写的原因 那但是 前半部的这一个 各位可能会比较难理解 前半部这边都还很容易理解 就是STR 我刻意在测试这个指令 然后我让它呢 把R4呢 储存在R13加R5的地方 那R5是8嘛 那R13呢 就是这个stack end stack end ok 所以我把 让它储存在R13加R5的地方 那 储存进去之后呢 再读回来 看看R6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个 0c和10的这个指令 0c这里和10 对不对 0c和10 这边不是R4等于4吗 R4本来就是4 只是我现在把它存到R13加R5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再从R13加R5的地方读回来 那R6应该也会等于4 结果它是4 没错 那这边呢 我在SBR 把它R5存在R13加R4的地方 R13加R4的地方 把8存进去 R58嘛 那接下来我再把它读回来 那就发现R6也变成8了 所以没错 好 所以这样测试这些指令也大概测试完 那真正最难懂最难懂的 大概就只有这一个指令 和这个Push R14的指令 Push R14的原因跟刚刚一样 就是我要保留连结暂存器 不然我在后面进行这个call上的时候 那个连结暂存器的值会不见 那所以呢 我要保留 那最后把它Pub回来 这样子连结暂存器的值才会恢复 从这边Push 这边Pub才会恢复 那真正最不好理解的就是第一个指令 第一个指令 我把Stackend塞到R13 Stackend到底是什么 看一下这个程式 Stackend是这里 那为什么叫Stackend 对不对 这到底在存什么 有一层看得懂 这是一个标 位置 Stackend它这个标记 标记在组合语言里面对应的 它就是这个00BA这个位置 对不对 OK它是位置 那我现在宣告WordStackend 意思就是说呢 把这个位置呢 塞到这里 当初值 把这个位置塞到这里当初值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00BA 好 那这个既然是00BA呢 我把它载进到哪里 我把它载进到R13 所以这会使得R13变成00BA R13为什么要变成00BA呢 因为从这里堆叠我会往回涨 往回涨 如果我push一个整数进去 它会占掉这四个byte 我再push第二个整数进去 它会占掉这四个byte 如果我接下来push一个byte进去 它会占掉这个byte 我再push一个byte进去 它会占掉这个byte 像这样子 所以你堆叠空间只要够就不会爆掉 但是堆叠空间一旦不够 它就会爆掉把它往回一直盖上去 所以堆叠空间爆掉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层次会被盖掉 好久 好 所以 现在这样看得懂 我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写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我希望把这个位置塞 塞到堆叠暂存器里面 就是R13 好 好 好 这样清楚了吗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程式的设计 程式的设计跟之前其实很类似 只不过我们指令多了一些 多了什么呢 你会看到 我现在有定义像N、Z、C、V、I、T、M这些位元 这些位元都是状态参存器里面的位元 那其实目前我们主要只有用到N和Z 其他的还没用到 其他的跟中段有关的现在都还没用 好 那这边我宣告了 后来我发现这样写比较短 用parameter的方式写比较短 而且不用再写这个奇怪的符号 所以用这样写 我就把整个指令表都编在这里 整个指令表通通都用用常数的方式定义在这里 指令代码表 接下来这个是呼叫他读取记忆体位置ADDR的地方 读取几个byte是由这个W1所指定的 W1如果是 我这边有定一些常数看一下 W1如果是00的话 他是读取一个byte 有八个位元 如果是01的话是读取两个byte 16个位元 如果是10是读取三个byte 24个位元 是11的话就读取四个byte 32个位元 所以他的记忆体也必须要支援这个宽度 否则的话呢 他就只能写入一个word 写入32位元 那如果写入32位元的话 我们stb就没办法做了 stb这个指令是把一个byte储存到记忆体 我如果要写入32位元 我怎么能够做出stb呢? 就没办法做了 所以我必须要有这种宽度的常数 可以跟记忆体沟通 好 来 可是我们有byte的指令 stb stb ldb 你说 因为其实这两个真的可以不用 不一样 那为什么还要这个byte 如果这样的话连byte都可以拿掉 只要32就好 又不同 哪里不同 如果有本败的 我先给各位看记忆体那边怎么写的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 记忆体这边的写法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是做写入 写入的话如果是4个byte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2416其实我没有用到 说真的这两个没有用到 但是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没有的话CPU0会有问题 他就很难只塞一个byte 他读读一个byte是可以读还没有问题 但是他要写的时候就会干扰到其他三个byte 对吧 就会干扰到其他三个byte 我写进去会把一次写四个byte 就把后面三个byte一次盖掉 对 16 16跟24 真的没有必要 以我们的指令级 对 以我们的指令级真的没有必要 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写是 其实他是有可能有需要的尤其是16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尤其是16可能是有需要的 因为C元有short C元的short是16个byte 16个bit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CPU 他如果真的支援那个两位元的写入 那其实这个就有必要 不然你就要用一位元写入写两次 对 如果你用一位元写入写一次 然后再shift 八个位元再写一次 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你这样就要用三个指令 才可以做到写两个位元的动作 OK 所以这个只是 只是我们希望说让他有点 未来不用再改 方便 方便 然后也清楚 既然你可以写一个byte 为什么不能写两个 为什么不能写三个 只能写四个 OK 我们只是让他 让他就是反正也 也没差几行 就写下去了 好 这是记忆体的设计这样 那所以我们 我们才会定义这几个常数 那也因此我们会 会在memory的readstart 这边有一个W1阐述 这W1就是那个到底是byte 还是两个byte 三个byte 四个byte 对 好 那所以当我要呼叫读取的时候 这个上次应该讲过了 就先把位置塞给MAR 然后呢 弄成读取模式 然后启动 启动记忆体 然后呢 把宽度传给他 好 那 接下来读完了之后 就要呼叫这个end 然后把资料取回来 OK 那写入也一样 写入就是 呼叫 就是把资料和位置都塞上去 资料塞到资料会流排 位置塞到位置会流排 然后呢 开始启动写入 那 这里宽度也是一样 就是启动写入的时候 我们指定宽度 好 那完成了之后呢 一样就把记忆体的关闭 才不会一直在洗 那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函数 是上次没看到的 就是reg set 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函数 其实这个函数只不过是ri 等于data而已 但是呢 CPU0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它的R0永远都是0 所以你不能让R0 有任何机会被改掉 所以我才写这个函数 因为我在设定暂存器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去设定R0 所以先把R0过滤掉 OK 把R0过滤掉才设定 这样永远都不会设到R0 好 好 那所以这个R0永远都是0 它自从一开始设之后 永远都不会再被改值了 因为我都会误教那个函数 那这个前面呢 就跟之前我们讲CPU0 mini的时候一样 就是tick 但是可能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现在已经把tick数减少了 之前我们用六个tick 就是六个10mine 现在我改用四个tick 因为我发现六个有两个用不太到 所以呢就干脆改成扎实一点 四个就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开始呢 就是指令截取 所以就把把那个程式计数器的那个记忆体 截取回来 然后呢 截取回来之后呢 把它放到指令暂存器 然后解码 这之前都看过了 那取出常数 常数这个都是常数 那接下来取出暂存器 我也一并在这里取了 之前是放在第三步骤 现在是我放在第二个tick就做了 因为这个 这个其实速度应该还是很快 他没有牵涉到记忆体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tick呢 我就根据每一个指令不同 我就做不同的事情 LD就做载入 ST就做储存 LDB呢 就载入但是是byte STB呢 就储存但是是byte LDR呢 是载入但是位置不太一样 这边是用常数 LD是用常数 这边是用暂存器 OK 所以这是LDR跟LD不一样的地方 SDR呢也是用暂存器 但是是写入 那LBR呢 也是用暂存器但是是载入byte 是载入byte 好最后呢 LDI就是载入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RB加C16 直接把它载入 好 那运算指令的部分 第一个是CMP 这是比较 比较的时候呢 我让N等于RA-RB小于0 为什么 因为RA跟RB 就是CMP比较就是比较 就是看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是0 那他有两个位元跟这个比较结果有关的 第一个是到底是不是负的 如果是小于的话 会是负的 所以如果是小于的话呢 他减他小于0的话呢 应该是应该是要设负起标 如果两个相减等于0的话呢 他应该是要设0起标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移动指令就很简单的 把RB移到RA 那这个加法指令 就把RB加RC呢移到RA 放到RA 减法就RB-RC 乘法RB乘RC 除法RB乘RC AND就RB ANDRC RB ORRC SO就RB SORRC 那SHIFT就RB SHIFT C5 因为总共只有最后五个位元 为什么要用C5啊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用C12或C16 因为它是一个32位元的暂存器 你移超过 超过 因为五个位元就可以表示 五个位元就可以表示 32了 所以你不需要 不需要超过32的东西 所以用C5就够 那用的多 反而速度会慢 而且造成问题 所以用C5 那接下来跳跃指令 JEQ呢是如果 零奇标 被设定成1的时候才会跳跃 那JN1是如果 零奇标没有被设定的时候才会跳跃 如果JLT是 负奇标被设定 但是零奇标没被设定的时候会跳跃 那JGT呢 那JGT呢是负奇标没被设定 但是零奇标 诶 这里是不是有点过怪 JGT 对没错 负奇标 被设定 但是零奇标 说这里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NOT 所以我这个有个BUG 这里有个BUG 这JGT真的没有测试的很好 所以这个JGT应该 我稍微改一下 应该层次不会true JGT 这里 CPU0s CPU0s 所以我CPU0i也有错 这边要改一下 这里 JLT JLT的话是负奇标 但是 但是零的时候它不会跳 负奇标 而且没有零 是而且吗 是而且吗 还是或呢 对所以根本就不应该考虑零奇标 JLT根本不应该考虑零奇标才对 只要是负的就跑了 OK OK 那JGT呢 应该是 不是负的就 不是负的而且也不是零 而且也不是零 JGT 不是负的而且也不是零 这样才会跑 OK 所以这里有个错误 就是这两个 OK 好 那L1呢 是 L1是小于 小于的话是负奇标 等于的话是零奇标 两个都可以 对 所以这里是这样 没错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修正一下 我们先确定一下对 OK 应该是没错 好 好 OK 所以呢 这一段 有点小错误 那同样的这一段也会有错 好 好 这个改掉 两边都改掉 好 OK 那所以这个是 L1 LT GT L1 G1 现在已经改成这样 好 那这样应该比较对 对 应该是这样才对 LT 小于 只要是负的 就 对 没错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 软中断这个部分 我们暂时 还不急着看 因为它跟中断有关 那之后有中断的部分 再来考虑 Core 这个有 有重要性 Core的动作有跟JMP很像 有没有 他PC等于PC加C24 有没有 PC等于PC加C24 是一样的 但是他多做了一个动作就是 把程式计数器先储存 先储存到LR 这是为什么呢 当你呼叫进去之后 用RET 还会返回的原因 因为你把程式计数器存到LR 在RET的时候呢 再把LR 拿回给程式计数器 这样就返回了 就返回了 那IRET是中断的时候用的 像这个SWI 它会设中断奇标 那IRET除了返回以外 它同时把中断奇标设为0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有进 就是设定中断奇标的之后呢 中断里面不能再有中断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只要设计的好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中断里面不能再有中断 我就可以禁止它中断 好 那接下来PUSH呢 这里就有一个特色 它是SP SP就是R14 这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要保存那个R14的原因 那SP等SP-4 往上 就是它本来是在 在末端的 那往上一格 往上一格之后呢 再做写入的动作 这是PUSH 那PUP呢 就是 PUP呢 就是我先 先读取 先读取 然后呢 再 往下一个 那所以它是堆叠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所以它是堆叠 那这跟资料结构的堆叠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已经变成 变成在硬体层次的运作 好 那同样的PUSHB 就是PUSH一个byte 所以它是加 它是-1 和-1 那这边是-4 和-4 因为这是PUSH一个word 所以这边是-1 这边是-1 这边是-1 OK 好 那最后呢 因为那些跟记忆体有关的指令 它 它还没有真正完成 它只送出了读写 所以最后把它完成 好 把它完成 那这个也是 这个是写入的部分 把它完成 好 那 在这里我就显示了 我就显示了 整个城市执行的状况 那基本上都是一堆16进位 大部分都是16进位 你可以看到 这是90奈米的时候 执行这一个位置 然后呢 它的机器指令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它的R13会变成这个子 这个子 这个是16进位的子 这个是16进位的子 那状态占存记呢 还在全都0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一行的目的是在做输出给大家观察 那最后这一行呢 目的是在判断什么时候要结束 什么时候要结束 那只要那个程式执行完了就结束 这个程式执行完就是 以我们的例子就是 当你程式计数器已经小于0了 那运算代码是R1T 就是程式执行完 好 那 OK 所以这一个CPU0s大致上就这样子 那它的组程式基本上就是把CPU0跟记忆体0并起来 就是整个组程式的 那我们的测试的方法还是跟上次一样 就在一开始的时候把Reset设成1 然后在20毫秒的时候把Reset设回0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重置完毕 重置完毕之后呢 我们强迫在1万毫秒的时候要结束 就算它没有结束我们也会结束 但是事实上以这个例子它根本就不会跑到1万毫秒 以这个例子我们跑到6330毫秒就结束了 好 OK 所以这是CPU0s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们还有CPU0i i是有设中断的 这s是没有设中断的 那我会待会再跟各位解释中断是什么意思 那再用实际的例子来看 那请各位先去执行 所以我把正确的版本抠回去 因为刚刚有修改了一点点 所以我把正确的版本抠回去 CPU0s这里 那测试程式没变 所以我把正确的版本 正确的版本抠回去 好 这样就请各位去执行看看 执行一下CPU0s 然后包含这个机器码和那个程式 Vlog程式都把它看懂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中断怎么做 好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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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